日本女排丢冠还丢亚洲第一 蔡斌却又被痛批 葫芦里到底败的是什么药 我们真的看不懂 日本女排在试排前总决赛当中 最终是输给了强大的意大利队 这个实力差距确实很明显 1比3丢掉了冠军 还丢掉了亚洲第一 因为日本输球被扣分了 而我们中国女排没有比赛 但是日本被扣分 就等于我们上分 所以我们拿回了亚洲第一队 但是现在蔡斌已经是引起了巨大的质疑和操 因为在之前 试排领本来中国女排是可以阻止日本女排 狙击他们的 但是蔡斌选择用二队出战 0比3输了 现在就看不懂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三大借口全部被戳穿 首先你说蔡斌现在是在隐藏战术吗 可问题是你要隐藏的战术 人家其他人早已经知道了 中国女排现在无非就是到了奥运会上 用这一套七仙女手法 你藏不藏也是这套手法 你再藏手法也是李莹莹和朱婷 而副公还是袁新月和王远远 其他的位置 难道你不上凋零语不上龚翔语 你不上这些人 到最后你每一个位置都是名牌的 料在这的 那你隐藏的是什么战术呢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女排这套阵容你别说是日本队了 哪怕是稍微看过几千排球了 自己也知道肯定是要这几个人 你要说真是搞心理战 故意在麻痹对手 我多输几场球 然后我到奥运会突然主力上场 但是这个也不成立 没什么可麻痹的 都已经是市盘连的这个决赛了 这种时候更重要的是 朱婷刚回来也没多久 张长宁也是两年都没打球了 你让他们多打几场 多配合多磨合 增进默契 这才是更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和借口 是让他们轮休怕他们受伤 那肯定不至于 距离奥运会开打 还有40天左右的时间 就这个40天左右的时间里 多打一两场比赛就会受伤 真金不怕火炼 你不可能说因为一两场球 你奥运会就打不了了 没有这种说法呀 多打几场高强度比赛 让队员们更默契 配合的更好 这才是重点和关键 而不是说 你因为这一两场球 突然就让他们休息 就这样就能保护队员们 不受伤病困扰了 多一场少一场 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说你这蔡冰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心理战 还是故意隐藏战术 还是故意示弱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说法 几个借口都不成立 那蔡冰 到底想干什么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